三個中產黨, 今天我們討論另一個有煤 不止一次, 其實都無所謂, 就是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在4月10日, 正式轉了訂閱鍵 未需要付款, 但已經要申請戶口才可以進去看 其實一開始我都不太覺得, 因為我很少進入蘋果的新聞看 我會覺得, 他也會覺得, 因為我們在蘋果日報的人, 已經一早通知我們 不要再把你的蘋果採取, 放出去公開 所以我早就知道這件事發生 但過去一兩天, 我就開始感受到那種討厭 因為起初很簡單, 因為我之前也有玩蘋果的問答遊戲 我早就完全已改正了那些帳號 當然現在就直接來門票, 後來發覺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每次看新的文章 你都要進入, 再重新入簽一次 第二個更差的地方就是, 你在手機入了 再去桌上鍵勢, 桌上鍵勢會不會給你 我聽傳聞是說, 因為他不可以用超個一部電話去結合 因為免得你將來付錢,你分享給10個人 結果你就會變得好 我猜它是有得先的 為什麼這樣說,因為我同一部手機 在它的Apps 上鍵入 我一去到另外的網上鍵入,已經不能夠 還有一件事,今天還有人用desktop嗎? 我用desktop,為什麼? 我用,但人們經常取笑 因為人們據說現在很多年輕人 自然desktop都不會用 當然不會,因為要做功課 你可以說沒有desktop,有Laptop 但一定會有電腦 但現在很多人,功課都用手機做 功課很難用手機做 你打5次一次,有什麼可能會用手機做 他們會開始沒有Laptop,有Tapel 但這不是我們關心的 我想說一個主題,你看看是否不同意 經過了頭幾天,很多人覺得蘋果很難上之後 我覺得很分化 有些人說,我們都要支持他的 繼續支持 有些人就說,這麼麻煩的 還要付錢,就要收費 就是這樣 我的問題就是,我當然是支持 因為其他 第一,就是因為我寫了內稿 我沒有其他人支持的關係 第二,就是在今時今日除了蘋果之外 還有什麼好看呢 我沒有其他頻道 所以我只能夠支持他 給錢也沒有問題,我只是怕麻煩 首先第一件事說 如果你不算那些片 即是不算動新聞的片 要看蘋果的東西很容易 為甚麼 所有網媒都是抄蘋果 有哪個網媒的新聞,不是直接照得蘋果 那你要看蘋果的新聞,就要看網媒就可以了 那些片呢? 那就是除了片 第二,就是 其實現在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是很長時間去看蘋果的片 因為要看片,實際有太多選擇 如果你說,我要進入蘋果的網上 才看到的片 我不如看新假期的片 我不如看You Wants的片 即是當Facebook有這麼多,IG有這麼多片 你可以打擊一打擊就去看 你還要我打擊到網上 也不要說是否落入 本身已經麻煩了 所以其實蘋果現在很多片 都是在Facebook那裡直接放出來 都是不會做這些 但我先說回第一件事 就是我對於這件事的看法 第一件事就是 當然很難得的一件事就是 在4月8日出了個689頭條 4月10日就搞一個訂閱債 你會很推薦到人 現在我們常常說 你沒有辦法再叫人給錢買新聞 因為新聞多到看不完 而你的新聞很容易被人抄 你只要靠什麼呢? 就是靠情感宣照 很矛盾的地方就是 既然你明明是靠情感宣照 就算我多壞 我都不會阻擋你去支持我的熱情 其實不是的,很矛盾的 但如果你這樣說 可能你的政治色形態有沒有看法 但會不會有很多平時行李投票的人 都會覺得 我都行李投票 我都行李投票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最討厭蘋果這個訊息系統 不是當初最支持蘋果的人 因為他們才是最常有訊息蘋果的人 我怎會發生這件事? 其實我不是點底蘋果的 就是因為人們不停在這裡說 我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個矛盾我很值得說的地方 就是情感消費 一方面它不是因為你的產品的質素 直接影響到你熱情給多少錢 但反過來 你都要很在乎這些網民的弱小心靈 因為如果你做了一些事 是令他不開心 得罪了他 負面的感情 你很難靠將來一些東西 很容易拉回去 通常我不要說情感消費 只是說情感這件事 就是情感這件事 其實初期就是靠情感 但後期都一定是靠利益 所以當初就是黃祝文辦 《顛九日報》的時候 你也很記得 就是情感了一輪 但是到最後大家發現 都是不要抵替 都是沒有抵替 情感是維持不到很長的狀況 第二就是情感也來自一件事 就是你對他的感情越大 對他的期望越大 反而我覺得 對他反感的 可能是蘋果的忠實粉絲 是多於一些建制派的 因為建制派的 其實也是沒有蘋果不行的 今時今日 我也認識很多建制派的人 他們會覺得 我很討厭蘋果 不過我都覺得 如果香港沒有蘋果 我會更加麻煩 就是不可以沒有了他 總想平衡一點 是 如果不是很沒有平衡 大家覺得 你無論多討厭這個集團 但問題就是 你覺得這個集團 出現對於香港 存在對於香港 都還是好的 我有一點點回應 剛才大師說的一件事 他說瘋狗日報的情感 是否很短暫 我覺得網媒有一點點不同 看法就是什麼呢 因為他的慣性大很多 這麼瘋狗日報 我逐份買的時候 我今天不買 但是我申請了 做了會員 然後他就一年 到下一年 很容易幫你自己 逐了的話 在那一刻 你是不是買那一刻 是不是登記那一刻 很緊要 之後呢 你可能沒有什麼所謂 放在那裡 都不覺得他須利潛 這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東西 因為報紙 從來被承認為 即是在市場上 是負責最高的一件事 你就認為 在網媒來說 它的負責是更高的報紙 如果是收費的話 TBB也是 TB也是從來被承認最高 所以你習慣性收視 就是TBB是長播 這些人說什麼都沒有 幫忙白貶 你為什麼六成不收視率 那種慣性是很吊詭的 你沒有什麼事的時候 每個都在那裡 但是你一走的時候 你可以走完 你都不會回來 對 就是慣性同時 你兩人來的 你做成一個慣性很好 但是問題是 你回來的時候 就很難回來 這個好的例子就是 早一陣子Economist 就突然搞了一個 便宜到瘋的 即是 re subscription 可以便宜到 不用一千元一年 現在是要差不多 即是如果你新入 即是二千七百多 那我心想 為什麼你突然搞過這麼厲害的 就是很明顯 有很多人訂閱 夠期 然後走人 所以你就要做一個re-requit的人 你說回蘋果 當然訂閱的情況不同 你訂了一年 一年之後再去思考 就算是離開 都是一年之後的事 但究竟它是否用一年 還是一個月 現在未知 Economist 我想說回來 我認識很多人 都是看Economist 但看Economist 你這種人 有很多人 在裝飾式地訂 然後他訂了一年之後 發現原來我訂了 真的沒有訂 你看看是實體還是Digital Digital Digital是不需要裝飾而訂的 因為你就算不裝飾 不訂它 你也可以免費看 一個月可以看五篇 以前每個星期可以看三篇 通常訂完不訂的 那些是甚麼呢 我以前也是 訂一些實體書 這本Economist 上學 你發現根本沒有人 就關心這本書 那你就不訂 其實實體和網 是會有一個差異 另外我想說的地方 就是 因為陳昔芝寫了一篇 所謂彈性需求 其實蘋果是一個網絡媒體的彈性需求 很高的媒體 很高彈性 因為很容易被其他媒體搭配 但是他說 如果我們不是用這個 純粹是說它是否實質調 用它的核心價值 或者用它的質素 我們就會令到它 無論它的代替 而不大 類似這樣 因為我其實不是詳細 我講了一些經濟學 如何去看這件事 他的說法有兩個含意 一個是說 蘋果裏面也是這樣說的 我做了好質素的東西出來 獨特的東西 你的需求彈性就會比較低 變成你才有的 通常你才有的東西是講跑質素 外面的質素不太好 我投放多些資源 做一些爆料 爆得更厲害 做一些深入的調查 這是令到人人做不到的 這是令到需求彈性低一點的其中一個原因 跟剛才你說的情感 又或者是說 有少許分別 大家捧它 捧它可能是一些意識形態的東西 我都不是看內容好不好 只不過是說 這個才會反政府 這個才會說真話 或者是甚麼好的話 這是跟它 是否質素很高 未必是同一件事 我講一講 關於質素問題 這個就要牽涉到 蘋果的質素是否好的問題 蘋果的質素就是 它如果存在一個商業的質素 那樣東西是真的無懈可擊的 單一問題 而且跟蘋果其實是一樣 我不覺得蘋果一樣是可以代替的 是無可代替的 即是它現在其實已經紅霸了市場 只不過它如何 是沒有辦法將這個紅霸市場的方法變成淺 如果沒有蘋果 那樣東西就是沒有了 因為香港的市場是這麼小 一個七百多萬的市場 你沒有可能會有那個預算 再有這樣的人物來動員 去做這件事 你不是一個中國十三億人市場 即是你能夠在七百萬市場 做到蘋果是很難的 市場是非常之難的 但問題就是現在的人說 有質素的東西 是講的Economist 即是蘋果在它那個範疇 它那個檔設來講 它的質素是做到最高水平的 但問題就是現在的人說 給錢那些其實不用 其實那些可能水平沒有那麼高 不過那些是有深度的東西 那些分析的人就願意付錢 但是這種商業的東西 究竟有沒有人願意付錢 是另一種東西 雖然我承認它很有質素 我這樣看 首先第一件事 我從來都不認為 香港的媒體搞得好質素 就會收到錢 香港人根本就不懂得分 什麼叫好的質素 他會懂得分 什麼是很煽動性 什麼可以引到你進去 什麼是受歡迎 受歡迎 受歡迎和不受歡迎 有質素沒有質素 不是一條界線 我亦都不相信 香港是有足夠有質素的人 是會願意付錢 然後可以養得活 一個很大型的媒體 可能有很大型的媒體 我真正想講 這個所謂需求彈性的問題就是 正正我覺得 苹果如果想用那種 所謂情感消費 核心價值 那個需求彈性 就是會很高 因為就是 你要別人認同你的價值 認同你的立場 才會付錢 那就是變成一條港女 港女的意思是 為什麼呢 我就是購買你這種性格 或者我購買你這種 給我的印象 我才會付錢 你明天搞錯 好像現在我想說 你現在就得罪了很多網民的弱心思 你搞到鎖入系統那麼壞 沒有一個人出來 需要道歉 你不公公道歉 你不公公道歉 是不是就是告訴我 我不付錢就過主 那就過主 那我可能遲少反意見 看看你怎樣回應 那如果說 譬如說 好像泛民 含裂投票 六四比例 泛民一直不債 他都繼續投票 為什麼他們 如果不是同一班 為什麼他們上網 他們投票 含裂投票 為什麼上網 為什麼買東西 是否就算不付 Riley 並不妥不呢 所以現在那些票 哪jug depende 你下街投票 肯定又是兩件事情 上街投票 有很多人覺得是讓連費 但是這類型… 按個清洗手機 拿下一堆東西 連你信用卡 或者 LingY71 心理作用 這是香港的人特別差 香港人不是不願意付錢 玩手機遊戲全亞洲一定是最願意付錢的一個地區 但問題就是要付錢買新聞 肯定是每個人都不想 也有人支持D100 支持城寨 很少規模就可以 一年兩三千萬轉過就可以 苹果本年是幾億 二億計幾億 你要有幾億的訂閱 你就一定要有很顧及一般人的感受 我剛才所說的 衰逃逃逃逃是很高 我一不高 為什麼要搞這麼多事情 我搞這麼多事情是純粹撐你 我撐完你 我發覺你的態度都是這麼壞 你都沒有顧及過我撐完你我犧牲了多少 那我就不犧牲了 我那些才是登記了時間 是呀 登記了時間和進入那幾元 現在未收錢 你現在要我剪掉幾件事 網民就是這樣 你要我做這件事去撐你 不是因為你那件事值錢 而是因為我認同你的價值 立場在全香港只有你 很簡單 這個就是一個自由逃逃 我不是做自由逃逃 我為什麼要搞這麼多事情 這個就是我自己看 但我都要再說一句 你知道這件事最開心是誰 最開心當然是我們的朋友Danny 因為Danny說 你現在收錢 那些人去哪裏看 當然看AM730 我下載了蘋果APP 我當然順便下載了AM730APP 沒有一個地方AM730是會輸的 這個我也都覺得 當然蘋果收費 或者搞訂閱鍵 其實其他的媒體都會受益 所以為什麼他經常都跟我們說 蘋果收費好 我想了很多辦法 怎樣可以收費 可以更加成功 原因就是這樣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